将传统的长矛挂在青年会所中央 象征部落青年们的勇气与力量 台东泰马里乡北里部落 26号举办青年会所启用仪式 当地族人希望借由会所的重建 找回失去的文化 我们这个会所已经消失大概五六十年的历史 那在我们村民跟所有族人的想法当中 就是把过去排湾族失落的文化的那种 青年会所查搞的把它建立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终于我们把它完成了 理事长表示为了重建青年会所 族人在半年前就开始利用在地建材 使用传统工法来搭盖 虽然资源相当有限 但是大家出钱出力 旅外的族人更主动提供土地 让消失已久的传统教育文化能再次重现 他们刚刚在盖的时候我有时长回来看 然后我就那种心理说 这块土地真的是活起来了 青年会来使用给村上来使用的话 我爸爸在天之灵应该是 是应该高兴的才对 消失的青年会所在族人共同的努力之下 六十年后再次重现在北里部落 许多族人都开心的流下眼泪 也期待未来能透过青年会所 将部落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本家在台东台马里采访报导